今天是9月30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50分 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盘面 全线爆发 全线大涨 而且放在上涨 今天上午的成绩量已经突破了1万多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目前市场已经属于一个疯狂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哪些是重点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的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论 讲之前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说真的这种行情下没啥说的 市场全线火爆 我们咬住主线躺平就是了 那有人会说了主线在哪里 其实主线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科技加超低的权重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抓住这个核心就行了 整体来说 今天已经突破了前期的压力位 3100多那个位置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我们市场属于一个什么 加速涨涨的状态 目前来说 只要能够咬住核心品种 大家就可以躺平 当然如果你实在没咬住核心品种了 去做一些低位的轮涨补涨也是可以的 目前市场就这么个状态 好 那我们回到盘面 从市场反应来看 表现最强的是 软件股科技股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科技股软件股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华为俄拉软件开发 还有华为升腾 这些涨幅非常是大 十几个点的涨幅 我在昨天跟他说过 10月份的华为 以后有一个会议有开大会 那么大会一开的话 对整个市场影响非常大 对我们的投资们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么华为概念 先起涨停筹 还有什么 其实市场的主线已经很明确了 以证券为代表的相关方向出现大涨 大家看一下 目前整个证券板块涨停了 涨了 涨了10.03 几乎所有的证券股都在是吧 都在封板 当然从东方财富涨了最多 对不对 整体来说 证券板块所做一个疯狂的走势 所以像这个方向的话 没必要究竟 牛市来的时候证券是什么 证券是受益最大的 你说他不涨谁涨 我在琢磨的时候 包括在几天一直强调 一直讲 跟大家重视 也要重视 对吧 对证券板块的走势 一定要留意 大家有没有没看懂 有没听懂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 大家是能够获利了 能够吃肉的 好了 除了证券之外 今天房地产板块 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爆发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房地产板块 在近期走势也是不能强劲的 整个旁边的话 今天是涨了6个多点 从市场反应来看 周末的这个消息面对整个房地产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朋友们 不要急 不要慌 目前市场已经属于一个疯狂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只有什么 只有什么 只要躺平 没有其他想法 好 那大家看白酒方向也是一样的 出现一个明显的动作 就是什么 放量上涨 对不对 那么白酒的话 今天涨幅也是 也是比较大的 整体来说 他比房地产要强 但是比证券要弱 从这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的市场 这个梯队已经很完美了 主线已经完美了 主线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科技这一块 在以华为为重点的这个方向 以及以证券为代表的方向 所以大家盯着这些方向就行了 你看前排的这些涨幅 追起来是不是跟这些有关 那我们能不能抓住 能不能把握住 抓住把握住 是不是能获利 能不能抓那些 好了 我们看后排 后排的话 跌的最多就涨的最少就是什么 就是st板块 所以这个市场已经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全线爆发的状态 没必要揪起来 没必要担心 整体来说 我们就是一个躺平的状态 吃肉喝汤就行了 对于当下的行情 大家没必要太过的纠结 其实从量能 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 Ego属于一个流逝加速期 朋友们没要票的 要什么 要找好票 潜伏进去的 都放下